我马超一世英雄 如果连个张飞都站不下 我今后该如何立足 马超一气之下和张飞大战了三天三夜 丝毫没有意识到主公已经开始猜忌他了 还向他发出了撤军的命令 马超本想听命班师 没想到张飞又来挑战 于是这一拖就是好几天 马超竟然唱命不归 还向我索要粮草军械 岂有此理 张鲁更加确信马超要拥兵自立 为了不打草惊蛇 只能向马超发下最后通牒 不班师也行 天台一个月之内做成三件事 一 要取下西川 二 要斩下刘章的手机 三 要击败刘备 三件事不成 我断他的粮草 马超无奈之下只能奉命班师 他怕刘备成胜追击 便下令丢下资众轻装急刑 本来西梁萧綦行军速度就贼快 这下更是眨眼之间就回到了张鲁的地盘 马超这是回军呢 还是晋军呢 会不会有什么诈呀 诶 主公 你可不得不防啊 快 总排兵马 把守关爱 不许马超进入汉中境内 遵命 马超和马带简直莫名其妙 明明是主公让他们班师 可现在却又不让进门 这不是拿人开栓吗 入关可以 放下兵器 徒手入关 放肆 直到这会儿兄弟俩才明白 他们已经被张鲁猜忌了 眼下是前有险官后有追兵 进退两难 没想到就在这时 诸葛亮竟一个人跑到大营 找马超聊天来 马超怎么也想不到 正是这个诸葛亮 贿赂贪贪官 挑拨他和张鲁的关系 也是诸葛亮 让张飞天天叫阵 拖延他撤军的脚步 加剧张鲁的疑心 而现在已经到了收网的时候 诸葛亮 拜见马超将 阁下为何来此 特来做说客 我战见心魔 正少一头颅待战 阁下请示言之 如果言语不通 便请示剑 此话一出 诸葛亮就知道这把吻了 毕竟论嘴炮技能 整个三国他都没服过谁 聊聊几句 就揭穿了马超尴尬的处境 你说的不错 我马超一世英雄 今日真的是无路可走了 将军既愿意听我 战中何故服刀服什么 退下 诸葛亮看马超是个讲究人 也就不绕弯子了 直接推荐他去投奔刘备 反正马超也跟曹操有仇 刘备又一心要剿灭曹贼 这敌人的敌人不就是朋友吗 马超顿时豁然开朗 对呀 自己没事打刘备干啥 应该打曹操啊 马超愿意归顺刘皇珠 但马超已经跟张飞脸红脖子粗的 打了好几天 就有点担心张飞记仇 于是决定回去之前 先准备个见面礼 导历 是决定的 我去追击 决定的 决定的